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长期的疼痛问题可以去找陈医生 我们主要找陈志勇医生是因为麻醉医生通常会在家户病房 救治生命垂危的病患 我们特地邀请陈医生为我们解答生死的谜团 也就是死亡在医学方面的定义 陈医生请 谢谢 大家早上好 各位师傅好 非常感谢他们邀请我今天来给这个讲座 基本上我今天谈的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东西 一大清早就谈关于死亡 这个讲座我的部分不会很久 不过我会讨论关于这几点各样的东西 先是他们要我谈的 什么叫死亡的定义 医学定义 然后呢 我会跟大家一起谈一下关于死亡的过程 然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 医学治疗会让死亡更困难吗 对不对 然后脑死倒是怎么一回事呢 而脑死的病人真的死了吗 而什么是植物人 这些或许是一些大家想知道的东西 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呢 等一下也可以提问 那什么是死亡呢 死亡基本上呢 就是完全的永久性的丧失身体里面的各种器官的生命的机能 基本上他器官就不再发生他原本应该做的事情了 就在医学上呢 我们鉴定是没有心跳 所以发一个心电图那里 那个心跳是平的 你看电视连续去都是一条线的对不对 然后血压呢 是没有的 因为心没有跳了 就不可能有产生血压 所以血压是不存在的 然后呼吸本身是停止的 对不对 身体不能够再呼吸的 然后他们会通常拿一个手电筒照一照眼睛啊 对不对 主要是查看那个 瞳孔啊 对灯光是有没有反应的 如果瞳孔对灯光有反应 就是说脑部还可能活着 对不对 所以通常在死亡的时候呢 瞳孔也是没有反应 就是脑干那里是死亡的 所以在死亡的过程中呢 一个人是不会突然间死的 除非他是有一个比如很 就算他有一个很 严重的脑出血或者严重的心脏病 通常有几样事情是通常会在死亡前 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发生 看那个病情是多突然的 还是长期的病 开始呢 你会发现了血压会偏低 血压偏低到一个程度后呢 心率就开始不规则了 他心有时候很快 然后有时候很慢 慢到30多20多也可能 然后慢慢 他血压在很低的情况下 比如血压在40 50 上限的情况下呢 他会让他的血功到各个器官不够 然后第一个衰竭的通常是肾脏 肾脏对血压的敏感度非常的高 就是说那当血压掉到低于一个程度的时候呢 血功到肾脏将会不足 肾脏就开始衰竭 肾脏忍耐力会强很多 所以肾脏随着时间的引退也会慢慢开始衰竭 而呼吸呢 本身会越来越微弱 直到最后当心脏停的时候呢 呼吸也会停 这些都是主要器官的 对不对 而在医学不断进步的情况下呢 很多的这些功能啊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功能 是能够用药物或者先进仪器来维系的 就是你去一个任何护理病房的话呢 你看病人 左边啊右边啊前面后面摆的都是仪器 就是医生能够做的 就是这些 用仪器来维系生命 对不对 因为 所以 或许 有时候可以把它逆转过来 有些病患 我们觉得有机会 旧的可以把它逆转过来 避免它走向死亡的过程 或者呢 可以长期的维系中 有些病患 你看他们可能 我曾经见过一个病患 像长期植物 植物人像这样 他在那个仪器 呼吸仪已经三四年了 这个也是有种事情 可以长期很长的时间的维系中 比如我们可以用心肺剂 心肺剂的话呢 在很严重的病人 他可以完全代替整个心肺的功能 他可以产生血压 给供养 虽然不能够很长的时间 不过一两个星期 一两三个星期 在心肺剂 基本上那个心脏 不需要工作 肺也不需要工作 人工呼吸 这个是大家所看到的最长的东西 对不对 一条塑胶管的嘴巴里 然后呢 机器就代替了病人的呼吸功能 洗肾肌 洗肾肌 洗肝肌 都可以代替肾脏 肝脏的功能 如果心不想跳 跳规则的话呢 心脏起搏器 会能够按时的让心脏跳动 有时候 紧急的时候呢 你不会看到这个 只会看到那个线管 然后接到外面的一个大起搏器 也是有 就是只要起搏器开动 心脏是一定会跳的 未必有血压 血压可能很低 我心脏跳是不会停的 因为它有起搏器 准时的发送信息 不过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如何鉴定一个人已经死了 很多时候 所有的功能能够慢慢的被取代 一个功能取代不了 就是脑死 因为 什么是脑死 这是一个有些人想问的问题 对不对 很多时候医生 在器官移植 什么时候 很容易谈到脑死的问题 就是器官还活着 我的脑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 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脑功能 可以说是完全上失 或者表现在那个晶电图上 那个脑电波的活动也没有了 然后 如果有些时候他们用方法 就查那个血功到脑 血功到脑 也是剪到 差不多没有了 的情况下 脑死会发生 很多时候是 一种法定的定义 就是说这个人 是死亡的一种定义 就是说在法律上 脑死是有法律依据的 不是说 你说脑死 医生说脑死 然后没有法律根据在后面 是有法律根据在后面 它开始使用是在1971年在芬兰 过后呢 随着科技的发展 就要确认一个死亡的定义 之一呢 用于什么功能呢 就是用于器官移植 因为很多器官移植 需要活体器官 比如心脏移植 你心脏移植 做心脏停的话 你就不能够移植这个心脏了 因为心脏坏死 时间很快 不过如果你要做活体器官移植的话 就是说这个人 你需要确保 在法律上有个依据说 这个人已经死亡了 这个不是佛教的依据 这是法律的依据 就是说法律上 确认他已经死了之后呢 你可以拿他的心脏移植过去 因为你移植一个尸体上的心脏 所以合法性就在那里 要不变成谋杀了 那如何测定脑死呢 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极度关键问题 因为如果你确认有问题 这样你的法律 跟你的医学依据本身 就出了问题 对不对 就是说呢 这一系列来 就是变成谋杀了 又不是一个 从一个尸体里取器官 而是一个活体里取器官 对不对 所以很关键就是在于 脑干的死亡 就是说呢 脑干就是这个部分 画圈圈起来这个部分 中脑啊 脑桥的一个部分 这是脑干 为什么脑干那么重要呢 因为脑干的功能 就是它维持神智清醒的功能 它保持睡眠跟清醒的循环性 就是说你如果脑干没有这个功能 的话病人是醒不来的 然后呢 它也是确保生命的功能 它有很多比如自主呼吸 你坐在这里没有人想的 我要记得呼吸 对不对 从出事就会了 这是脑干的功能 如果脑干不在的话呢 就是脑干的功能 丧失的话 人就不会自主呼吸 然后很多神经线啊 都是从大脑传通过脑干到全身去 如果你把这里一刀斩过去的话呢 就没有脑干了 上面的神经线也传不过去 还有很多交感神经呢也是在哪里 而交感当脑干去世或者死亡后呢 很多交感神经的变化呢 会让心脏死亡在脑死亡后的数天内发生 就是说它不会马上发生 不过因为当脑干不在了 交感神经就会产生混乱 交感神经产生混乱 心脏还有自己的自发的发动 心脏它的发动是不需要外面因素控制 不过心脏的发动呢 是在脑干的调控之下发生的 所以当脑干的功能失去呢 心脏死亡呢将会随之而发生 因为呢它会影响到血压 影响到心跳什么东西 所以一切死亡过程就开始产生 对不对 所以医生将会 当脑干死亡后的病人呢 要维系生命 其实是很多工作做的 你要用很多药物来控制他的血压 现在有时高有时低 可以骗到很低 心跳极度不规律 那很多时候测试脑干死亡是怎么做的呢 对不对 如果你认为之前那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在医学上确认了就是说 我们大家都决定 就是脑干死亡 就是 区体死亡的先造的话呢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要如何很准确的测试脑干的死亡 对不对 如果你的依据就是脑干死亡 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测试工具 没有用 对不对 所以必须要有这个测试工具 能够没有错误的确认脑干死亡 你才能够说这个人已经死去 所以测试工具非常重要 当然在测试之前必须要有先决条件 不是说谁都可以去看看一下测试 还是什么东西 所以第一 必须你要有充分的理由 就是说 看那个比如CT scan MRI 确认脑结构本身必须要有受损 比如很严重的中风 或者很严重的脑震荡 导致脑结构本身 严重受损的情况下 脑才会死对不对 要不干嘛好好的一个脑会突然间死去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对不对 第二 病人在深度昏迷的情况下 不是因为麻药的作用 或者低体温的作用 或者新陈代谢或内分泌失调的作用 我们知道就是说 麻药低体温新陈代谢的不规律 会导致一个人长期昏迷 对不对 所以在测试前 会抽血 验身上有没有任何的药物 麻药物 第一 因为很多时候病人 让他进护理病房的时候 为了让他保持沉睡 医生会给麻药 让他休息 而过了一段时间 当他的病情恶化后 恶化到医生认为他的脑干已经死亡后 他身上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麻药的 所以这两个是重叠性的 所以你就停止给那个沉睡的麻药 让实际身体把他里面的麻药排除出去后 做一个验血 看看那里皮内麻药有多少 这个不是说你认为多少就多少 他们法律医疾有一个要求 必须差不多接近零 因为零是不可能的 你有给过一点麻药的话 你要他到零是不可能的 不过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就是说他不可能在对身体 产生任何的麻醉的情况下 才能够接受 所以如果你厌血报告回来 高一点点 你就不能够做脑死的鉴定 然后必须每次要鉴定之前 要抽血有麻药报告 测量体温 体温必须要在基本上正常的范围内 然后还要一切的新陈代谢报告 内分泌报告正常的时候 我记得我有去做鉴定的时候 第一件事基本上不是看病人 第一件事走过去打开报告 看看全部正常吗 我曾经记得有两次一次走过去看 他的内分泌差一点点 差一个点 马上两个医生看了 今天不用鉴定了 回家 为什么呢 因为血液报告不合格 你不合格 你不能够鉴定 因为你没有鉴定的条件 条件不在 所以条件必须要严 条件是非常非常严的 非常严格 就是为了避免捂杀 对不对 然后 多一个限制条件 必须没有自主呼吸 如果 因为机器呼吸 我们可以测量到的 对不对 我们看那个机器就可以看得到 是机器呼吸还是自主呼吸 然后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自主呼吸 一切都符合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脑死亡的鉴定 所以 通常是独立医生做这个鉴定 就是说你跟这个病人完全没关系的 你没有照顾过他 如果是器官医治的话 你也没有照顾对方的病患 或者你也没有参与这个医治过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你没有他的护理 或者有关受医人护理 或者做器官医治本身的工作 而 必须是一个专科医生 才能够做这一类的鉴定 没有专科医生文凭 不能够做死亡鉴定 不是一个普通医生 就能够做一个死亡鉴定 然后呢 我刚才所说的 所有的 对不起 所有的报告必须是正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会做这个鉴定 而这个鉴定本身包括呢 七项功能的测试 这七项功能我这样不谈 不过当这七项功能的测试 脑干的功能 就是脑干所有的功能 你都拿来测试 全部属于阴性后呢 你才会确认病人为脑死 为之之后呢 就是你确认脑死之前 它跟器官移植是没有关系 没有人会来看它的器官好不好 有用没用 因为你鉴定死亡后呢 他们才来看那器官的功能如何 可以不可以采集 等下我会讨论 就是测试后的一些东西 所以 这是他们所测试的 比如看看他的眼睛 反应什么 这是本身非常医药性的东西 所以我讲 就是基本上有七项功能 就是当你测试的七项功能 全部为阴性后呢 才能够确认脑死 而到时候呢 那些所谓 你才来考虑器官移植的问题 不过脑死的病人很多人会问 他很尤其是家属 你当你走过去跟家属说 我们测量后你的家属 某某人已经去世了 法律上医学上是去世了 对不对 法律上医学上是去世了 不过表面上呢 病人看起来还是活的 为什么呢 你看那个图啊 我在电视连续去都是一条线的 他这里还一直跳 对不对 你看他的呼吸还在动啊 不过虽然是机器帮他呼吸嘛 因为这些病人都是一定有 呼吸器在帮他呼吸 所以很多时候家属 家属会看着 好像这个人还活活的躺在那里 你就会想他死了 对不对 这是本身有他的 对家属来说是一个矛盾的情况下 你说 所以这个本身对家属 或许接受性会比较困难一点 不过是有非常强的医学以及强的法力医疾和区处在上面 佛学上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不谈了 师父在这 我不帮能弄糊 那什么是植物人呢 植物人本身脑也是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啊 也是处于不可逆转的昏迷状态 对不对 也丧失了任何意志心态 你跟他说话他也不知道 你跟他说什么他也不知道 但有两样东西是他存在的 就是他脑干的部分至少部分功能是存在的 他自主呼吸的功能是存在的 他心跳以及血压调控的功能是存在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两个功能存在的情况下呢 基本上他是活的 至少这个躯体是活的 在法律 在医学上 以及在法律上 在区体是活的 你不能判断他为死亡 这就是植物人与脑死人的不同点 就你看 他的脑干是活的 至少部分的脑干是活的 而脑死的病人 主要他的脑干功能是不存在的 他自主呼吸有 心跳节律有 身为植物人 而身为脑死病人 这两个功能是完全丧失的 而脑电波整身可能还存在一点 在植物人那里 他的脑不是完全死亡的 但如果你拿一个脑死病人 脑电波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当我们讨论到器官移植法令的时候呢 我们会知道 当脑死被诊断之后呢 物理上呢 就是那个身体物理上呢 这个身体就 法律上物理上 他是个尸体了 他不完全是个生活的人 就是说呢 可以盖一个死亡证书可以发了 因为脑死的时间就是说呢 就是在你鉴定的时间 死亡时间是鉴定的时间 就是说我鉴定他 比如9点28分 我鉴定完 我签了 他的死亡时间呢 就是9点28分 他心脏还在跳 呼吸还在发声 不过他死亡时间就出来了 所以法律上是有法律遗迹的 在法律上呢 这个已经不是个活人 而是个尸体 而在这种情况下呢 有两种选择 第一呢 在没有拒绝器官捐赠的人的情况下呢 他们可以按照法律程序 让那个 就是那个 器官移植的医生进来 来鉴定他的器官是否适合移植 是否有能够接受移植的病患 就是说他们的必须有 能够接受 你不可能 你没有意识拿一个肾脏给一个 任何一个病人 因为他的身体如果排斥的话 就 没有必要对不对 对方也是受苦 所以能够接受 他可以吻合的 细胞吻合 能够接受的 情况下呢 他们才会考虑 然后才有 肾脏或者肝脏或者心脏的功能 还是 还能够用的情况下 他们才会采集 如果发现到病人不适合器官移植 或者有 拒绝受悬殊 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 医生可以选择 关闭所有的生命维系器 因为基本上这是个尸体 而你没有理由 用 就是 医院的那些 医器 来维系 一个尸体的继续存在 明白吗 因为这个人 基本上 在法律上 在医学上 已经是属于 死亡的情况下 而在这种情况下 通常会跟病人解释 告诉他们 这是这种情况下 有些家属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几个小时接受 然后我们才会把 仪器关掉 或者才会做 器官采集 之类的东西 基本上 我花了一点时间 谈了一些关于 物理上的死亡 这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每次看电视剧 就像在身边 有些比较年迈的朋友 有可能离去 我希望每个人家里 也是肯定有人去世过 每个 对不对 我祖宗十八代 这么长 所以大家也知道 也认识 对不对 最比较复杂的就是 脑死 可能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 希望大家今天 听了这讲座后 对另外一种死亡 医学以及法律的基础 依据 以鉴定过程 有一定的认识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陈医生 非常详细 而且非常深入简出的 为我们解释 这个法律 还有医学上是怎么 鉴定一个人的死亡时间 那么 要注意的就是 法律上面 其实如果在 在新加坡公民的范围里面 那么除非你去写 特别去申请说 我不要捐赠我的器官 不然法律上面 你其实就是一个 自愿捐赠器官的 这个支援者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 加护病房 就好像陈医生说的了 那么身体保持得很好 好像活着一样 脸色很好 很红润的 心跳啊 这个胸口的起伏啊 都是正常的 就是不会说话 那么就是不会醒过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医生就有很大的困难 跟家属啊 谈论说这个 这个 就是我们的器官移植法令的问题 所以大家应该 回家以后好好想想 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 捐赠器官 捐赠器官 当然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同样的 陈医生也解释了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脑干的死亡 脑结构有严重的这个 这个受损 所以基本上 医学上我们是不会感觉到 痛啊 还是辛苦啊 这些感觉的 所以 请大家放心 那么现在 我们到了这个 问答的环节了 请问在场的哪一位 有什么问题 直接问一问 这位陈医生 陈医生 这个非常资深的 麻醉医生 也是在加护病房 照顾病人的医生 请问有哪一位 这个观众 想要提问的吗 请趁着这个机会 赶快问一下 错过这个站 就没有这个电 可能先由我炮砖引玉一下 那么 陈医生 当然我可能知道答案了 我是帮观众问一下 那么 那么 请问 那么在你这个 这么多年来 在加护病房 这个照顾病人的经验里头 当我们鉴定一个病人 脑死 请问 还会有奇迹出现吗 因为最近这几年前 新加坡就有一位律师 他在香港的时候 出现问题 然后在香港加护病房 有这个麻醉医师 鉴定说 这个病人已经脑死 过后几天 就恢复知觉了 完全恢复正常 那么他是一个基督徒 那么他就说 这个是神迹 那么对不起 我给你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基本上我只能讨论 关于新加坡的脑死鉴定 香港的脑死鉴定 按道理应该是一样的 当然 如果你没有按照程序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 我曾经跟另外一位医生 一起做过脑坚定 另外一名装科医生 我走过去 那个装医科看着我就说 可以啦 不用看成绩了 我们直接做了 就签名走人了 然后呢 我就打开报告 我不理他 我打开报告呢 他就去做他的脑坚定 然后他坚定完了 回来找我 他就说 我准备签了 我走了 我跟他说 你签吧 我不签了 这个不会作效的 为什么呢 他血液报告不正常 这是我本身经历过的一件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呢 虽然是说 他有非常严格的医学依据 以及法律基础在上面 我们都知道 医学基础 医学的东西 它法律基础是建立在医学的知识方面 对不对 所以医学的东西 我们知道 有样东西 我们在医药界里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 东西没有百分之百的 没有任何东西百分之百 所以你问我 如果医生有做好 他分类该做的 就是说 他把他所需要的东西做好 在他尽可能的情况下 把他的那个鉴定做好的话 我觉得出现那种概率的机会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我不会说完全没有 不过你不可能因为 可能就算是有的话 你也不可能为了 一个在几千万个当中 而放弃了 每年几千起的器官移植 而能够救的这几千个人 比如说 在医学上 你为了一个0.0001的 可能也是医生本身操作出问题 对不对 或者这种情况下 那你就说 把全盘的否决掉了 这个也是 我觉得是不大理性的做法 所以至于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也不在场 我也不好说 不过我只能说 我自己知道的东西 谢谢陈医生 你的答案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全面 那么我想补充的就是 陈医生说的 我们大家都有可能 有一天会有出现 各种器官衰竭的现象 有可能有一天 我们也需要别人 捐赠器官给我们 那么同时呢 我们不能够完全就 否定掉这些全部的这些医学的根据 法律的根据 就是希望有个奇迹出现 不然的话 有可能有一天 我们需要器官的时候 没有人会捐赠器官给我们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很很准确 很严谨的一个步骤 确保 把这个错误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最低 而在新加坡来讲 我们门心之问 一生之间谈起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请大家放心 那么我们还有点时间 请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要提出 啊 就是中间有位女士 季光师傅 请医生可以谈疼痛的问题 疼痛 疼痛 可以 就是人的身体的疼痛 是怎么处理的 疼痛的处理 这个时候谈这个不太好吧 我等下跟你个人谈一下好吗 谢谢谢谢 对不起 我们观众席中间有位 穿白衣的女士 我们把麦克风传递给她 我想问啊 如果我捐骨髓的话 会不会像有Osteroporosis 捐了过后 不会吧 这样我想问啊 如果一个活的人 捐了一个肾脏 一个肾脏 捐了出来 她是要很好很好的保护她的另外一个 剩下的肾脏 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器官捐鉴者啦 那么你捐了一个器官给别人 那么你自己剩下一个肾脏 那么你如果能够好好保护你的身 保护你自己的肾脏 你会不会出现这些身体方面的问题啦 是吗 医学上来说 按理是不会啊 西医上来说 不过 要照顾好一个肾脏 因为你基本上是跟普通人 肾脏功能是减了一半的 自动的减了一半 对不对 所以 通常医生会建议就是说 有些疼痛药不要吃 比如会影响肾脏的这些药 要留意一点 好 谢谢 还有一个 那么捐赠器官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你只要自己保护好 自己剩下的器官 基本上你的身体状况应该是还不错的 我们这里还有多一个问题 我们让给另外一位听众好吗 就是把机会分享给大家 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第二个slide你说 鉴定死亡的时候 有一些 我们的器官可以用那个 仪器维持好像那个血压的 第二个 什么可以逆转的呢 然后呢 怎么来 当你讲逆转 就是说这个人可以完全好回来的吗 就是他有用那些 这个 这个 逆转 你这边讲逆转 就是说他突然间会好回来 只是还剩暂时的吗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是这样 比如你要看那个 身体死亡 摔 就是身体器官的慢慢的那个 丧失功能 是什么原因发生的 如果他主要原因 比如是 细菌感染 比如 很多时候当细菌感染后 血压会很快的偏低 在感染全身的情况下 所以当我们给药物 给呼吸器 然后肾脏衰竭 保护肾脏 如果你不做这些东西的话呢 细菌感染很多时候会致命 而它会使到死亡过程 当血压偏低一段时间后 死亡过程就开始 然后做这些机器本身呢 就是给病患时间 保持它的各种功能的继续操作 给它时间 让抗生素能够杀菌 然后杀完菌后呢 身体能够调整回来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 但是至少 能够给患病的病患一个机会 能够有往回走的路 当然所有往回走的路 都是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 好像有时候肾脏衰竭一段时间后呢 他们的功能不会恢复的 如果那个人还活着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长期洗肾的病人 因为他是单功能衰竭 可是当你讲逆转的时候 是不是说他就不需要这三个 生命维持心跳呼吸血压的 就是表示他好了吗 还是只是暂时的 然后他也可能变成 时间啊 就是基本上那个导致他的心跳 血压偏低或者不规律的情况呢 必须要缓转 不过很多时候你需要时间 给他这个时间让他能够好 让那个药物能够发生他的效用 所以如果成功的话呢 病人就可能随着时间慢慢好起来 他就不需要这些仪器了 因为他功能恢复的话 他可能不需要 如果如果你不给他这个时间 没有这些仪器的话呢 他可能没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逆转的机会在那里了 可是你逆转之后 你还是会可能 那个Ethereum没有刷到完 然后他可能又 有可能啊 两条路都可能走的嘛 不是绝对的 陈医生意思就是说 我们用的这些仪器啊药物 都是以人为的方式 来维持生命的技巧 为的是帮这个病患 买点时间 买点机会 让一些药物啊 治疗啊 帮助病人能够自然好起来 但是如果这个病情很严重 继续恶化 当然这些生命辅助的仪器啊 和药物 当然到了某一个程度 也会失效 陈医生对不对 那么现在来讲 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个发问问题的环节 就还有多一个问题 我们多一个问题 对不起我想请问 陈医生一下 就是说药大有限于 是不是意外死亡而已 然后有年龄限制吗 还有就是说 如果是生病 或者是更严重的话 是癌症死亡的话 会采集那个内脏吗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比如癌症死亡 通常是不会采集的 然后很多时候 药大 开始的时候呢 是有年龄限制的 据我所知 年龄限制已经被取消 所以呢 基本上没有年龄上限 如果医生都知道 你要采集一个器官 这个器官 必须要有用 你看到一个90岁的 老太婆的器官 也不会去采集它 为什么呢 它器官已经用了90年了 那一时过去的话 不可能叫这个器官 永远不甩截 对不对 所以不会采集 如果是一个二十多岁 比如 最普通的 我们看到最多的 都是 摩托单车骑士 然后呢 车火 然后脑受到严重的震荡 而导致脑死 所以很多时候 我跟很多朋友聊就说了 什么 坐飞机也好 坐巴士也好 坐德士也好 都可以坐 就是别骑摩托单车 因为我们看了很多 脑死亡的病人 太多了 所以 这个是最普通的 摩托单车 车祸 导致脑死亡 那比如中风 也是另外一个 中风后 严重的中风呢 导致脑死后采集器官的 也有 不过这比较少 因为中风很多时候 要需要到那个程度 导致脑死的可能 几率本身不是很高 他必须要 一个大穴 大动脉 爆裂 很多时候 大动脉爆裂 在里面的时候呢 这病人 在抢救过程中 很多都不行了 因为 你要了解到 这些病人 通常是年纪比较大的 70多岁 80多岁 就算抢救了 脑死了 他器官很多时候 也不是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 对不对 都是有 比如心脏病 高血压 糖尿病很多年 器官的 数字本身不是很好 所以就不会采集 不过 脑死在这种情况下 鉴定也是很重要 要不你 一个脑死病人 会站着一个床位 病 家属天天看着病人 希望他能够有一天 张开眼睛 康复 而他本身却是脑死的 对不对 所以 而用了很多的 生命仪器 所以 法律鉴定在这方面 也是非常重要 谢谢陈医生 那么 因为我们这个 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问答 这个环节 暂时就结束 我们请陈医生 下台休息一下 那么 现在呢 在我们请马仙德尊者 上台之前 马仙德尊者很慈悲 说可能空调很冷 时间也比较长 大家如果有哪一位 想先上下洗手间 请先上下洗手间 过后我们才细心的聆听 马仙德尊者的演讲 我们给大家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再开始 好